用幾個程式給各位啊 這個第一個的話 就是格式化 這邊有那個格式化日期 按下去自動格式化 那當然有還原 格式化還原 那當然還有更厲害的就是說按下它 年曆意思是怎麼樣 把剛剛所有動作全部一次完成 它會跳出一個 前輸入哪一年 我叫2019好了 Enter 它就自動怎麼樣 它幫我把剛剛做過的事全部做過一遍 然後呢再把它格式化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怎麼樣 你要快速做的話 就是做年曆啦OK 那剩下 再來就是說後來就有同學問說 老師這個東西還蠻好用的 如果工作上剛好用上的話 只是有個問題 那個空白列怎麼辦 所以後面還會提到說如果你要怎麼 插入那個空白列 有沒有 快速插入 那當然你如果要把空白列拿掉的話 刪掉它就可以了 有沒有 那就再插入空白列就可以 不過會有個問題吧 奇怪 旁邊按鈕怎麼樣 插入空白 奇怪怎麼長大了 刪掉之後 它又 什麼呢 又變小了 又發揮 為什麼呢 以後如果你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記得 它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請你把這按鍵 全部先選起來 如果你不希望它變形的話 按右鍵 控制向格式 裡面呢有一個功能請你設定一下就好 叫災藥資訊 大小位置 有沒有 預設是隨儲存格變 所以 儲存格如果變了 它就會改變它的高度 那你只要把它改成什麼 不隨 儲存而改變 按確定 這樣子 來試一下 有沒有 插入空白列 有沒有 它雖然會閃動 但是它不會變形 刪除 OK 那大概會有這 六個按鈕 不過因為我們剩下時間不多 所以我們大概後面程式 這些都有 雲端上都有 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可以自己參考 尤其是那個 年曆這個 複雜度 相當的高 所以呢 大概把重點講一下 剩下的話 僅供參考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格式化怎麼做 還原怎麼做 我們先來看 格式化嘛 我剛剛講過 第一個一定是什麼 for i 等於 列 一般我的習慣是 跑回圈 回圈先跑列回圈 2到 32 那藍的話特別注意 你不能用 a到 l 你要用 1到12 因為 藍的話 也是用數字 不能用文字 OK 那回圈裡面呢 只支援那個 數字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把那個 剛這個地方 那一樣 我們做法 按右鍵 先插入一個模組 在這裡插入一個程序 那這個程序部分的話 我先把那個 剛剛講的 這個東西 刪掉 當然第一個 是列回圈 藍回圈 這個應該沒問題 我們寫蠻多的 只是說之前可能 比較多寫的 應該是列回圈 沒有藍回圈 不過未來因應 你們工作表裡面一定會遇到 藍跟列的問題 所以以後有 藍的話 我習慣用J 列的話我用I 這個範圍先告訴他之後的話 接下來的話 我要做什麼 讓他先尋過一遍 抓裡面的資料 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如果他裡面的資料 是禮拜六 的話 格式化 不過可能會先遇到一個問題 裡面 有沒有資料 因為如果裡面 這邊有空白的 如果是空白你丟給weekday他會產生錯誤 所以 第一件事可能我要先做什麼 如果裡面是空的 我就跳過 所以先怎麼樣 這邊可能要先判斷 如果一復 那個儲存格 以後怎麼稱呼那個儲存格 Sales I列的追隱 I追 就是指那個儲存格 每一個每一個都是I追 那他會先從這個開始 再換下一個 換下一個 一直到下 就是一列跑完 換下一列 換下一列 然後呢 如果不等於空的 意思就是裡面有資料的話 才去做 判斷禮拜六禮拜天這個動作 所以END IF 先加一下 所以第一關先什麼 先確定裡面要有資料 也就是不等於空的 才會進到裡面 那等於空的怎麼樣呢 那就跳過 他就不會影響程式 接下來的話判斷是不是禮拜六 禮拜六怎麼樣 打一個VBA 店 VBA裡面有沒有weekday函數 有耶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VBA裡面有一樣的weekday函數 那我 接下來就是會給 給一個日期 那日期的話 其實就是 把那個 儲存格裡面的資料 餵給他 Sales一樣是什麼 拿一個I列的追覽 如果怎麼樣呢 回來的結果 假如等於7的話 所以這特別是跟那個VBA 跟你sale裡面一樣 那接下來一樣打END IF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邏輯打法都一樣 先打IF 條件 然後呢 END IF先打 如果呢 他是禮拜六 我要做什麼 幫我把他的顏色 什麼顏色呢 他的字的顏色 換一下 那字的顏色怎麼敘述 特別注意 他字的顏色叫 點 Font 字的顏色就是 Font的 顏色就點Color 所以特別是Font Color 如果是禮拜六的話 那幫我填一個顏色 那顏色的話特別注意 以後 在VBA裡面 只要是顏色就RGB 反正以後你要填 VBA裡面填顏色 記得一個函數叫RGB 那刮乎之後的話呢 給他三個顏色 可是我字的顏色如果說要像剛剛是深綠色的話 那我怎麼知道深綠色 假如你不知道什麼顏色 你可以這樣 從油漆筒 選其他色彩 點一下 這個好了 這個是深綠 字定 他就告訴你 這個是 紅 就R 51 我剛剛說50好了 綠 100 0 所以你就取了這個 這個值之後的話 把它填上去 填到那個VBA裡面就OK了 所以這邊的話 假如說 你不知道顏色的話 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去找顏色 然後 所以是50 豆點 然後呢 100 假設整數 豆點0 RGB 顏色 好 再來的話呢 就是底色 最後記得 把sale 刮乎再放進來 因為如果你先加瓜 Fone color 沒辦法出現 它就 就變你要自用打的 再來的話 一樣 底色的部分的話 就是叫什麼 sales 點 它叫 intro color 你打個intro 它這邊有個intro color 所以一樣 底色的話 就intro color 然後給它一個 顏色 等於什麼呢 淺綠色 那淺綠色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一樣嘛 你可以找一下 淺綠色 這個好了 然後 制定一下 像這個 乾脆取一個整數 200 255 200 大概這樣的數字 就淺綠色 那我就把這個數字什麼 放到RGB裡面 RGB 刮乎 200 有點像那個調顏色 只是說那個 它顏色是用數字來代替 最大是255 最小是0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把底色加上去了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是 再把刮乎記得再補上 那這一段敘述是禮拜六 那禮拜天的話怎麼做呢 其實禮拜天不用重擋 你就把這一段怎麼樣 複字貼過來 這邊改成1比較好了 那顏色的話呢 就是把 如果字的顏色 禮拜天假如紅色的話 紅色比較簡單 紅色記得 就是R 最大 255 G的話沒有 所以這邊的話 你就把這個G裡面補什麼 補0就好了 B沒有 這就紅色 這樣看得懂吧 所以以後呢 你要針對某一個儲存格 加字的顏色就是這樣子 所以以後你也可以把它當範本 把它扣過去就可以跑了 那底色的話是黃的 黃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紅配綠 紅色全部 綠色全部 沒有藍色 就是黃色 好 程式寫完了 就是這樣而已 OK 應該看得懂 以後自己要把它全部打完 應該 要練一下 OK 好做完了之後的話 我們來確定一下 OK 那我們把它直接再執行一下 不過它應該跑很快了 一下就跑完了 OK 好 全部OK了 接下來的話呢 那可是我希望恢復的話 恢復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 跑這個回圈裡面呢 用 再一個一個去把它修改 不過這樣效率比較差 所以呢 建議怎麼樣 你乾脆用Range的方式把它還原 Range的話意思是說 我不要跑回圈 因為呢 我現在每一個 儲存格做的事情都一樣 所以我用Range的話 指的是哪一個儲存A2 到L32 它的字的顏色喔 那我要把它恢復的話 點什麼 字的顏色 我要恢復成原來 原來是黑色 所以記得剛剛 跟他講說 我的字的顏色 PhoneColor 點Color 然後呢 我給它什麼呢 黑色 等於RGB 瓜糊 那我講過喔 就是 它最小是零 最大25 所以沒有顏色 就是零 沒有 紅的 沒有綠的 也沒有藍的 OK那表示黑的啦 那再來的底色部分的話 一樣 點Intel Color 特別是沒有的話呢 在 VBA裡面就是什麼呢 打一個 X L Num 就是沒有底色 OK 不過有些時候比較特殊啦 這可能是比較特殊的 表示的方法 稍微可能要記一下 那這個是 XL XL 通常那個 傳的沒有喔 它會加一個 XL 在前面 XL 沒有 那如果你用Range的好處是 它不會一個一個的去清 那不會一個去清的效率會比 那個 Sales 快太多了 這個的話是瞬間完成 好 那如果你用那個儲存格的話 它是一個一個慢慢恢復喔 一個慢慢恢復的話 其實會花比較多時間 你們也可以試一下 假如說 把這個地方 這邊可以改成什麼 改成還原格式 那還原格式 如果我不用那個用Range的方式做的話 就變成說不用邏輯判斷了 所以邏輯判斷裡面的話 就是把這個 先清掉這個 然後把這個 外面這個邏輯拿掉 然後 這兩行 把它 凸排一下 往前 那恢復的話 這邊一樣 0 黑色 0 0 那這個的話 就是把一樣把它改成 XLNUM 那這種做法 它就變成說一個一個去 幫我恢復喔 所以我們試試看好了 如果用這個 先把它加上去 然後 這個是 逐一個清空 有沒有發現 它會慢慢慢慢跑的 那再一次 如果用Range的話 你可不可以看後面 如果一整個 有沒有 其實主要差在效率喔 尤其是你資料量越多喔 哇 蠻強烈建議你要用Range 否則的話 你會像剛剛這樣喔 有點像Slow Motion 像我們這邊電腦還算快的 有些之前舊電腦 哇 感覺好像那個 有個動畫的效果 因為實在太慢了 資料量越多的話 那越慢 所以請各位 試一下 這部分 就是有關那個 如何還原 這個日期 這個 把那個日期做格式化 跟那個還原格式部分喔 是不是空的 如果是空的那就 不要處理 因為一處理 它就會有BUG 所以如果你沒有處理 是不是有資料 這個邏輯判斷沒加的話 那會有BUG 程式就卡在那個 沒資料的地方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那個格式化日期 那這個程式其實不多啦 如果可以的話 自己打打看喔 那當然時間有限的話 那請各位就是 先 也可以參考雲端上面 我有把 剛剛我打好的程式 放在雲端上面 喔